早安 原意想活家爱妈Candy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是 麦门冬 我看见它 开花了 现在 还是有一点 白色的 紫纸 一点点带紫色的 紫白 这个麦门冬等它开花 现在是才结花苞 而已 这个麦门冬 是 进入 第十一年了 我记得之前 就是原本在 我家的一个小小盆栽 里头的一盆麦门冬 然后我到 生态园区去居住的时候 把它带过去然后 一大片 开花 非常的漂亮 然后 当我从生态园区住了五年 再次回到我自己的住家 我也带了一小撮回来 这是去年带回来的 一小撮回来的 一小撮回来的 一大虫 这个枝叶 非常的繁茂 花儿 花儿呢 其实非常的美丽 它可以当做 地被植物 因为它非常耐热 因为它非常耐热 堆肥的土 然后想说回来 就先把它占据在这里 结果一占据在这里 东忙西忙 忘了它 几乎快忘了它的存在 没想到它变成 一大虫 其实呢 一般呢 会种在 比如说 地 应该讲 地板的那个 石阶上的 这个缝缝 所以呢 它的 它的成长 就是这样子 可以耐见它 而且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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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一个 很优良的 这个 底背植物 很棒的 底背植物 也是一个 很好的药材 其实 麦门东呢 听说有 三个品种 然后 有 细叶的 麦门东 然后听说 它的花 这个花茎 的这个 花结 大概是 三到五个 然后 这个 麦门东 就是 二十 六 八十 所以 我这个应该是 属于 闊业的 麦门东 闊业的 麦门东 嗯 应该是 讲 它就是 很棒 也可以当药材 然后 它的药材 其实是在 它 土里头的 这个 囚禁一样 它会 一颗一颗 像 那个 橢圆的 那个 仿 纱的 橢 橢圆 橢圆 也就是 李时珍 开始的 本草 岗木的时候 有说过 这个 麦门东 其实 可以 当做 什么 嗯 茶饮啊 或是 煮鸡汤啊 都是一个 很棒的 可以 尤其是现在 夏秋之间啊 口干舌燥啊 然后 比较 气虚啊 所以 它会 让你可以 补气啊 神经啊 然后 有人把它 当做 这个 生脉 比如说 天 现在 这个 虽然已经 立秋了 可是还是很热 这种 秋灶的时候 就可以 做一个 爱美的女生 就可以 可以做 泡这个 麦东 麦东 菊花茶 麦东菊花茶 或是 可以 用很简单的 泡 这个麦门东啊 加白木啊 加红枣啊 然后 你就可以 不怕 这个 秋枣啊 热啊 这个 这个 保湿不够好 这个 就可以吃 这一门 麦东 保湿饮 嗯 麦门东 然后 红枣 几颗 然后 白木耳 热水 一冲泡 麦门东 红枣 然后 一杯 就可以当着 一个 保湿饮 很棒的 麦门东 我们必须等它花开的时候再来分享 这个是我们的麦门动画